美国总是不遗余力的把爱心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幸福留给别人。 虽然外界对美国有很多误解,但冷言冷语阻挡不了美国那颗助人为乐的火热心。 2月份疫情期间,蓬佩奥不计前嫌,伸出小胖手挥了挥1亿美元的支票,听说要捐助给中国人民,现在快到10月份了,支票都捏皱了,看来蓬佩奥还在筹钱,已经美国日子也不好过。 600多万人确诊,可以理解,但是更令人感动的是,身残至尖,美利坚再次依然出手,美国国务院从牙缝里扣出钱来,说要援助叙利亚人民。 在前年联合国会议上,美国第一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表示,华盛顿计划增过至少7.2亿美元,捐赠给蓄利亚人民,以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就是这样的宅亲人后,宁可让美国人民再不断的生病死亡,也不忘把钱送给蓄利亚人民,还把大兵派到蓄利亚救死扶伤。 这事还不能些琢磨,否则你总会觉得美国国务院的成论有哪里不对。 众所周知,阿萨德政权是邪恶的,蓄利亚没有民主也没有自由,美国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要推翻它,只有这样才能有民主自由。 华盛顿与淡马士哥早已划清界限,但蓄利亚又没有别的政府,那么这7.2亿美元捐赠肯定不可能交到阿萨德政府手中,再由他们发放给蓄利亚人民,不是吗? 但美国支票已经开出,还在联合国大声宣布,那应当不会像骗子一样搞乍捐,问题这些钱该怎么交给蓄利亚人民? 他来又只能输送到叛军手里,口误,对不起,是自由军,再让他们在自己的地盘里把钱发出去。 根据斯蒂芬比格说,蓄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已累计捐赠了120亿美元给蓄利亚人民和难民,美国向来诚实,因此这事理解起来难度就比较大。 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是美国眼中的叙利亚人民,是那些家伙人亡,流离世俗的叙利亚人吗?肯定不是,否则有120亿美元捐赠,他们怎么会连基本食物都难以保证? 最从2011年,美国给这里带来民主自由,许多城市都变成了这副鬼样子,老百姓每天不是躲在地下室里等待轰炸,就是成群截队的向边境难民营涌去。 120亿美元,他们显然没有得到一分钱,得到的钱是IS,自由军,白头盔,这些蓄利亚人民,还有已经被美国抛弃在土耳其军队枪口下的库尔德武装。 这样就比较好理解,一,美国认定的蓄利亚人民的确得到了美国援助,他们跟政府军整整打了9年还没完,二,这次新波的7.2亿美元,很大一部分还是用火箭弹,反弹各导弹,地对地导弹,高射炮,冲锋枪来计算的,所以美国国务院仍然是诚实的。 只是一些人理解角度不同,让美国被误解,让美国受委屈了。 蓄利亚人是怎么看美国爱心的? 7.2亿美元,蓄利亚政府和人民毫无反应,一声谢谢也没有。 不仅如此,就在斯蒂芬·比格挥舞支票的第二天,蓄利亚人民向中东AMN新闻网爆料称, 9月24日晚间,一队由35辆油罐车组成的车队将蓄利亚石油从北部哈萨克省甲兹拉地区运入伊拉克, 美军为此从伊拉克向蓄利亚运送了六车士兵,以保证运游行动安全。 你以为这是美军在偷蓄利亚石油吗? 瞧瞧,你又被反美言论给误导了? 民主灯塔从别人家里搬石油,怎么能算偷呢? 美国很单纯,不可能有别的企图,他不会将石油交给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公司换钱, 也不会将石油卖给其他国家,把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特朗普说过,这叫暂为保管,仅仅是为了防止石油落入恐怖分子手中。 蓄利亚现在每个月都有价值超过3000万美元的石油,被美国军押送出击。 正常时期,蓄利亚每天能产油40万桶左右,共算了国内GDP的20%。 但在9年度内战中,蓄利亚遭受了3000亿美元左右的能源损失, 而其中有70%以上被美国赠为保管。 美国费心费力,帮忙保管蓄利亚200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 不仅不收取任何管理费,还掏出120亿美元,援助蓄利亚人民。 这种人品上拿去涨,全世界就美国干得出来。 蓄利亚人都感动到哭了,觉得特朗普比奥巴马要好一些。 他们说特朗普,说抢石油就抢石油,不虚伪,很实诚。 谁该对蓄利亚内战负责? 早在2005年,美国就要求蓄利亚释放异见人士, 否则制裁,阿萨德只好同意, 接着美国将异见人士组织起来,每年不款600万美元。 2009年,蓄利亚恩吉欧组织合并与发展运动在伦敦建立电视台, 美国说他们是在自发的民主行动。 2011年,阿拉伯之春迅速烧到蓄利亚,到处是街头运动, 蓄利亚警察一旦维持秩序,马上有几十个记者将镜头对准他们, 其方舆论听天要求蓄利亚克制。 而巴林出现街头抗议时,美国则默许沙特派兵到巴林帮助恢复秩序, 没有一家西方媒体对巴林感兴趣。 2012年2月4日,蓄利亚问题第一次在安理会正式讨论, 卡塔尔提出的草案被中俄否决, 希拉里暴跳炉雷,他骂中国是猪虑的表演。 2月7日,普京建议蓄利亚各方先全面停货, 由阿蒙出面协调。 2月8日,白宫发言人结疑宣布美国拒绝俄罗斯建议。 2月中旬,蓄利亚叛军和IS对政府军大家出售, 他们的武器语言不断,蓄利亚走向深渊。 西方媒体马上将责任推给阿萨德政府, 称只有阿萨德下台,一切才会好起来。 就这样,黑的被说成白的,假的被说成真的。 实际上就算阿萨德下台,国家四分五列不说, 掌权者不是IS分子就是美国傀儡。 看看伊拉克、萨达姆死后,民主了吗?自由了吗? 库尔多人、神爷派、逊尼派三分天下? 为了吉尔库克游田建法奴章,永无宁日, 一边是叙利亚人民挣扎在生死线上, 一边是美国主导的油罐车队伍, 在不断地将石油运出境外, 我想走你2000多亿美元,还你欺骗2亿美元。 哈宁在联合国大会上大言不惭地说, 捐赠给叙利亚人民, 是不是也可以说,美国是对叙利亚最好的国家? 叙利亚本来就不是中东产油大国, 但是经过近十年内战, 它80%的其他产业贸易都陷入了瘫痪, 只有这点石油能卖点钱,积累起来重建国家, 但美国却连这点石油都不放过, 为什么美国会派大兵,隆重押送石油? 因为白想是天地下最划算的买卖, 石油被赞为保管, 叙利亚有什么办法? 它只是一个中东小国, 如果袭击美国车队, 明天大马适合就是一片血海。 叙利亚国深渊, 2018年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贾法里, 请安理会递交壮指之后, 一个人无助而凄凉地坐在角落里等候消息, 安理会里, 美营阳炎要阿萨德下台, 法国则顾左右而言他, 只有中国和俄罗斯在为叙利亚距离立正, 中东玫瑰早已被美国摧残的面目全非, 贾法里在联合国指控美国时, 许多欧洲圣母国都避之不及, 生怕跟他聊两句, 会令美国不高兴。 如果无外交, 这种滋味在鸦片战争之后, 到1949年前, 中国人不是没有查过, 但在1949年,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美国副国务卿用7.2亿美元, 就想将美国变成和平天使, 看起来很荒唐, 但照样有狗狗对美国感恩戴德, 叙利亚这些年的遭遇就是一堂课, 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字, 没有大国崛起, 何来小国尊严?